最近老发维修工具电池的电池 我都快忘了我是一个木工了 带大家看看现场我们做的工作 这是一个七连牌 现在这是做的屋顶 上面还有一个天窗 是昨天我刚施工的 然后呢 这块有一个小细节了 就是设计师呢 这是防火墙 是两个房子从这断开 然后现场小伙伴们 把这Pooling打错了 他需要把这切开 切开之后呢 然后通铺防火棉 这样达到防火的要求 他这样做连在一起是不对的 然后呢 但是呢 由于设计师设计的Tras 看在房子的中间断开了 所以说 这样又需要另外的防火要求 就是外面做好这种绿板 Rebow板 然后里面呢 回头再铺 10毫米的G-Ball防火板 然后呢 这块呢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是Internal Garden 这是屋底的一个排水沟 因为现在是一个坡度下来的 但是呢 这正好是两个房子的交界点 所以说如果着火的话 这个房子垮了 这个房子就不能倒 所以说他在这设计了一个排水沟 断开了两个房子的屋面相当于 所以说水流到这里 这里回头有下水管 然后下去 这块呢 有个小细节 就是做的时候 我喜欢把它做一个坡度 为什么呢 因为防水上来之后 它能够满沾 尤其是底下 最后都要让防水满沾 因为防水漏水的主要原因呢 主要就是空谷 开裂 或者有枪水茶 所以导致了漏水 但是呢 空谷是一个比较 常见的一个通病 因为施工中可能达到 没有满沾啊 没有很牢固的粘贴在这个基底上 所以导致了它的空谷 空谷之后呢 就是防水剪材是很薄的 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淋吧 它空谷的那块就很脆弱 很容易坏 坏了之后就容易漏水 因为屋顶 本来就是一个积水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点坏 日积月累的水侵蚀 大自然的力量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就会导致漏水 然后呢 那块你看 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天窗 包括这也一样 这个pording回头也要改 从这块切开 切开之后 通铺薄棉 但是铺薄棉之前 还有铁件要打 防火墙的连接件 现在这些工作 今天都要搞完 搞完之后 准备就检查吧 这些工作室 都要搞完之后